Hello,大家好,我是Amin 今天有一期非常非常典型的秀场妆容 高级,简单,真的很简单 应该是我所有的化妆视频里面最简单的一集 主要就是一个唇妆,重点在嘴巴上 然后还有就是打造皮肤整体的这样一个光滋感 如果大家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请接着往下看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个微波 疯狂的弹幕 底妆,眉毛,还有鼻子部分的修容我已经在镜头外面完成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两期 这一期还有这一期 我们直接从眼睛的部分开始 今天的眼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我就不把镜头拉近了 首先我们用一块硬色,任何修容啊,大力色系的眼影都可以 把整个眼窝的部分强调一下 这样只是一个动作,然后这边眼睛就比这边力气的很多 握材以内的宽度也要画上影影 先加睫毛,然后再上之后的眼影 这样可以减少就是眼影被粘掉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用这一块走珠的液体亮片 涂抹在整个眼窝以内的位置 是不是瞬间有了那种 湿漉漉的感觉了 刷一下睫毛大底膏 今天我们的睫毛可以比平时刷的稍微长一点 因为今天的眼影很淡而且没有眼线 所以说睫毛的部分要让它尽量的自然 千万不要刷成苍蝇腿 为了它更加的根根分明 我们可以先用小梳子给它梳理一下 然后再用烫睫毛器增加它的卷效度 整个眼妆部分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就是平时画眼线画习惯了 觉得画这个妆感觉就是眼睛没那么有神的话 可以偷偷的用眼线液笔或者眼线膏 在睫毛根部的下面和隐形眼镜接触的这一块 画上一个内眼线 记住是内眼线不是外眼线 一定要画在它们中间里面那个黏膜的位置 是不是很明显 这边画完内眼线之后更加有神了 而且就是哪怕你闭上眼睛 大家也不会看出你画了眼线 这就是内眼线比较心机的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要在镜头外面修一个绒 你们可以去看这一集 我真的并没有在偷懒 这是我真的讲过了 今天选择的高光来自GirlCost的沙海高光 我手上目前有两个色号 一个是檀香衫 一个是快乐水 我给大家做一个手臂上的试色 檀香衫这块颜色比较自然 不挑肤色 不容易出错 是对新手比较友好的百搭色 快乐水有两个色 大面积的这个是香米精 上面这个是那种大颗粒细碎钻闪的效果 这一块更适合打造那种比较有层次感的状效 这两块高光不仅包装好看 然后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清透 然后里面还带一块这个小镜子 我今天用快乐水这一块上脸给大家感受一下 首先我们用香槟精这块颜色 然后打在颧骨的最高处 对了就是这把刷子是他们赠送的 然后一头大一头小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用在各个地方各个细节 然后它这个毛非常的柔软蓬松 触感非常非常舒服 我就轻轻的碰了那么两下 太牛逼了 是不是那种非常细腻的光子 就是刷上去之后 是不是瞬间感觉整个皮肤就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是很紧实 就是感觉很紧动那种 太厉害了这个 真的停不下来 一直在刷一直在刷 感觉整个人贵了很多有没有 之前我不是老是爱强调 就是大家不要乱用高光 尤其是那种彩色的 那种高光上在你的脸上就是 它不会提到就是让人家感觉 哇你皮肤好好好光滑好紧致的感觉 那种彩色什么蓝的粉的紫的只会告诉别人 我脸上涂了高光 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不推荐大家用那种高光的原因 像这种香槟色 你们看 涂上去之后就觉得哇整个皮肤被拉紧的这种感觉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皮肤好皮肤会反噬出的一个光泽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选择高光的话 要选择这种比较自然的色系 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本身已经非常细腻的光泽感上面 再追求更强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这一块就是比较碎钻的这种感觉的大颗粒的这一块 然后在底下的上面 能感觉哇 现在整个更华丽的有没有 就是彻底的就是不灵不灵了 当然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个妆的 我的重点是唇妆和整体的肤感 所以说可能比日常的话用量会大一些 但是如果平时你们自己日常出门 上面这一块绝对足够了 这一块适合完妆的时候 快去买吧太牛逼了这个 加上我这个眼影简直的 是不是刚从水里出来的感觉 就那种哇 停不下来 接下来重点来了 口红 我正在纠结用哪两个颜色 感觉黑色的话会更更给力一些 但是我觉得大家日常可能也没办法用黑色 不然我就先试试这个 如果不行呢再黑色 还蛮美的 不禁笑了出声 就是日常想打扮成郁姐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么出门完全够了 又清澈又有气场 哇不错不错 我还蛮喜欢的 我要去画一个黑色试试看吧 感觉会更厉害一些 黑色才对嘛 哇 我爱上了自己 这对我要的 下来给嘴巴涂一个唇蜜 弹幕在哪里 弹幕在哪里 快来夸我 绝了 绝了 看到没 这就是妆容的力量 变了一个质地 整个妆感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要去换个衣服换个头发 马上回来 是不是正如我说的 又简单又高级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 顺便再给我一个三连 那OK 今天这期视频到这儿就全部都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看镜头 看镜头 乖 看镜头 快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